那像牆尼之前就有一個慘痛的經驗 就是牆尼買了幾瓶高年份的威士忌 可是呢 我就忘了 它放在商庫裡面呢 直到昨天牆尼要把它拿出來的時候 發覺它全部都發霉 就像我們買房子一樣 大家都說最重要就是地段地段地段 那威士忌呢就是 為什麼你不應該投資威士忌 辦完大家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做一個小測驗 測試您現在此時此刻 是不是可以立即去投資威士忌 像剛剛長妮手上拿的這一瓶賣卡了30年 那我要測驗看看 您覺得它是OB 還是IB呢 那這一瓶市場上的價值大概是多少錢 那牆尼剛剛倒的這一杯大概 可能有35瓶 那這一杯值多少錢呢 大家好 歡迎來到開喝吧 我是牆尼 今天我們要談談最近很熱門的 威士忌投資的主題 那威士忌到底是什麼呢 它到底是奢侈品 還是文創商品 還是其實它是一個無產品 其實在談投資威士忌之前 其實強尼想要先跟你聊聊 為什麼你不應該投資威士忌 那它的運輸 保存 其實都有一定的要求 簡單來說 如果在寄送的過程中破掉了 那就什麼都沒了 比如說地震來了 倒了 或者是被你自己喝掉了 或者是最悲慘的是被朋友喝掉了 那像強尼之前就有一個慘痛的經驗 就是強尼買了幾瓶高年份的威士忌 可是呢 我就忘了 它放在商庫裡面呢 直到昨天強尼要把它拿出來之後 發覺它全部都發霉了 接下來強尼要分享三個基本的投資心法 一的話是高年份 二的話是珍惜心 三的話是品牌 那一的話高年份 我們要選擇就是30年 就好像我們投資鑽石一樣 我們會選擇一個一克拉的鑽石 它比較有保值 那威士忌也是一樣 我們會選擇一個30年為一個基本的一個標準 那二的話是珍惜心 就在市場上的流通的數量不要太多 可能它只有 全世界只有50瓶或100瓶 三的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品牌 就好像我們買房子一樣 我們大家都說最重要就是地段地段地段 那威士忌呢就是品牌品牌品牌 你一定要買對品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那威士忌的品牌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實有些品牌是所謂的OB 就是它其實是蒸餾廠自己裝瓶 就是自己蒸餾自己裝瓶的 這種我們叫做官方的裝瓶 這叫做OB 那有一種叫做獨立裝瓶廠 我們叫做IB IB的話就是其實它本身是沒有蒸餾廠的 它跟很多不同的蒸餾廠去買威士忌 回來裝瓶然後放成自己的IB的品牌 那在投資威士忌的時候呢 大家建議會從OB開始復手 就是從大品牌的OB來去做研究 那其實在談威士忌品牌之前 我們可能要大概要了解一下 全世界有大概有哪些烈酒集團 全世界最大的烈酒集團是DR7O5 它目前在全力在做的一個奢華的威士忌品牌 其實就是木耳 那第二個品牌呢 其實是屬於LVMH LVMH沒有錯 LV就是我們常常買的包包的那個LV M的話呢是指某A 是香檳 H的話是軒體師 LVMH這個集團呢 它就擁有一個威士忌老超 都在追逐的一個愛雷島的威士忌品牌 叫阿菲 那比如說像愛滴頓品牌他們捧在手心上 當然就是獨一無二的麥卡龍 麥卡龍一直是在收藏家的心目中 可能是第一名的投資標的 每個國家多多少少都會有根據法規去制定 什麼叫做威士忌 那蘇格蘭跟美國的威士忌法規相對來說是比較完整跟嚴謹的 那日本很可惜它的法規是非常的松散 甚至你可能裡面只要有10%的麥芽味士忌 調和其他的中性酒精甚至是香料 都可以被稱為是日本威士忌 那這一點被大家詬畢非常的多年 所以投資日本威士忌 必須要認明那兩三個比較大的品牌 那我要去哪裡買威士忌 我要去哪裡賣威士忌呢 其實珍惜的威士忌 除了私底下的交易以外 最正規的管道就是透過拍賣會 那像台灣的話 有個拍賣會叫做羅浮澳拍賣會 他們每年都會舉辦兩次的酒的拍賣 一個是春天叫春拍 一個是秋天叫酒拍 全世界的拍賣行 不管是哪一家 他們都不保證你買到的東西是真的 你要怎麼樣保護自己呢 其實就是他們辦所謂的預展的一個目的 它讓你可以實際上看到 你要去拍賣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請專家 或者是你自己去現場 看到東西 如果你覺得它是真的 那你心甘情願的再去出價 當然在拍賣會 萬一你真的買到假的話 他們也是會協助你處理的 除了拍賣行以外 有一個 其實就是成為酒商的VIP 還有一個招 其實就是抽籤 像前一陣子 有三期五十五年 那如果你去抽籤 中籤的話 恭喜你 可能當天可以算個兩三倍的價錢 那台灣近年來也蠻流行排隊的 因為有一些威士忌它的量 可能比一些珍稀威士忌 其實動輒只有五十瓶或一百瓶 來得多很多 它可能有幾千瓶 或者是可能有一兩萬瓶全世界 那在台灣它有一定的量 可是那個量又不足以滿足所有的人的時候 他們為了公平 可能會說那我們來排隊吧 當然強尼前面說的那些 都不是每天可以發生的事情 所以一般人其實買威士忌 很多時候其實是在網路上 或是跟夜酒專買 剛剛我們分享了很多珍稀的威士忌 但是難道小吃就不可以投資威士忌嗎 其實如果你對威士忌有一定的了解 那也知道了哪些是你的投資標的 那有一些比較小動的品牌 也許你就是可以超前部署 你也可以賣一瓶屬於你自己 但是你很開始你自己的 威士忌投資計畫 前面聊了這麼多投資威士忌的話題 其實強尼只是想要告訴大家 投資威士忌其實是有一些風險的 那你也必須找到自己 適合的投資標的 你對威士忌有愛你就會有熱情 有熱情你就會深入去了解 了解之後你才會發覺一些 還沒被別人發現的保障 這樣未來才會有爭執的空間 那我是強尼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開喝吧 那最後我要繼續霸凌大家 我要喝1974年 41年的百樂門威士忌 那賣卡在34年的話 價格大概從18萬 然後到20萬左右左右 那一瓶九十七百夢 那假設我剛剛到的是35夢 那其實剛剛那一杯 就價值大概是一碗看 沒問題 不是